金秋送爽,单柜飘香 2024年9月15日星期日中午12时 马来西亚旅美联谊会 为庆祝马来西亚建国67周年 及本会创会40周年 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游行队伍从缅接Main Street和爱德大道Elder Avenue开始 该游行活动从2006年开始举办 主办方希望能促进马来西亚文化 能在美国传播,展现马来西亚文化特色 游行队伍包括武师、传统服装展示 以及40多部机车及30多辆汽车车队驻镇 参加此游行的有 马来西亚旅美联谊会主席邦军雄 共同主席廖瑞龙 行政总监陈亚翰 董事及会员同胞 纽约市议员黄敏仪 州参议院刘淳毅 州众议员金对锡 马来西亚总领事兼联谊会总顾问 哈桑Mr. Amir Farid Hassan 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和平部队上校 努丁Mr. Shamsuri Nordin等等嘉宾及群众 马来西亚旅美联谊 共同主席廖瑞龙分别用马来语 英语 中文至此表示 我能以马来西亚联谊会 共同主席的身份站在这里 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 看到大家的到来 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我想向所有今天下午前来参加的朋友们 表示真诚的感谢 特别是我们的志愿者和赞助商 我们齐聚一堂 庆祝马来西亚第67个独立日 第61个马来西亚日 以及我们马来西亚联谊会的40周年纪念 今年对我们来说格外特殊 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日 纪念1963年 马来西亚联邦成立61周年 就在那一天 马来亚联合邦 新加坡 沙巴和沙拉越合并 组成了我们所熟知和热爱的马来西亚 虽然我们身在遥远的他乡 但马来西亚的精神 始终在我们心中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共同创造了独特而多彩的文化 丰富的文化 共同的历史和珍贵的价值观 无论我们在哪里 都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天的游行不仅是一次庆祝 更是我们对自己身份 和对马来西亚国家热爱的表达 让我们借此机会 重新燃起对马来西亚的热情 巩固彼此之间的纽带 让我们向那些 为团结不同社区 共建和谐国家 而努力的先辈们致敬 当我们一同前行时 让我们携带着 象征马来西亚的团结 和坚韧精神 感谢大家 参与这次意义深远的庆典 最后 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 而难忘的下午 哈桑总领事 在致辞中表示 经过多年的发展 马来西亚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 经济不断进步的国家 今天 我们在距离吉隆坡万里之遥的纽约 庆祝马来西亚日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 无比自豪的时刻 他特别提到 游行中展示的电动汽车 称其代表了马来西亚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 和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他补充道 电动汽车产业 是马来西亚正在大力推动的行业之一 这是马来西亚进步的象征 游行开始前 首先举行了美国国旗 及马来西亚国旗升旗仪式 随后民选官员纽约市议员黄敏仪 州参议院刘纯毅 州众议员金对希 发表祝贺词 对马来西亚旅美联议会所作贡献 表示感谢 剪彩仪式后 在一片敲锣打鼓声中 游行正式开始 警车和四头武师率先开路 后有轰隆隆的四十余辆机车和汽车追随 一路播放马来西亚建国歌曲 一路延缅皆行至三十七大道的过程中 不少路人驻足围观拍照摄影 记录下这精彩的一刻 人群中时时响起 阵阵欢呼和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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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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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